我在时光的流年里,静待春暖花开。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男友不顾父母阻拦,执意要捐慎救她的白月光,可女孩还没等到甚远,便寒泪而终,一年后她轰动全城,要娶我为妻,没人知道,这才是我噩梦的开始。 但是,临近结婚,裴于明为了救她的新欢,捐出自己的肾。 想到裴家父母的艰难,我好心劝阻,女生没等到甚远,寒泪而终。 后来裴于明娶了我,我忍受着无休止的家暴出轨,最终因产后抑郁自杀。 再次睁眼,我又回到了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订房里,裴于明再次提出捐慎。 这次,我拿出手机把这份赶天动地的爱情传到网上,祝福他们白头偕老,这辈子所死。 我死在曾经最喜欢的夏天,汗水流进剖腹产还未痊愈的伤口,疼得我直抽气。 女儿正躺在我身边,嗷嗷大哭。 胸口瘀青一大片,起身时忍不住要咳嗽,连带着肚皮上的刀口,也钻心地疼起来。 是昨天半夜,我起来喂孩子的时候,吵醒了裴于明被他打的。 潮湿又炽热的空气让我烦躁,女儿的哭声也让我心烦意乱。 我打开窗户,感受着裹挟了湿热的风吹在脸上,然后毫不犹豫地从十五楼纵身一跃。 湿重感导致心脏传来闷痛,血液集中到大脑,我感觉头晕目眩。 人生二十八年的过往,也在脑海中一一闪现。 我家和裴于明家是世交,从小我们就一起长大。 后来裴于明父母创业失败,负债累累,挣的钱全部还债了。 就连他高中和大学的学费生活费都是我爸妈出的。 高考结束那天,他向我表白,字字句句,铿锵有力。 明明那么爱过,后来说不爱我的也是他。 恋爱四年,大学刚毕业,我们就决定要就结婚。 可是这结果眼上,他却非要给苏子燕捐身。 苏子燕是他在公司只认识了两个月的同事,在这之前也只是我们的校友。 想到看着我长大的裴家父母,为了及时还债,避免连累到他,这些年已经熬白了头。 还因为感谢我家出了裴于明的生活费,他们在我爸妈面前变得小心翼翼。 竭力讨好的样子,每每看的我妈都心酸。 何况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婚事。 所以在病房门口,听到裴于明要捐身的时候,我走进去让他想想自己的父母。 裴于明执意不听,我把这事告诉了裴于明父母。 在裴家父母和我的劝说下,裴于明最后还是没有捐身,哪怕他已经配行成功。 苏子燕病情迅速恶化,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 一年后,裴于明向我求婚,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毕竟,他是我从小就喜欢的人。 我却不知道,这才是我噩梦的开始。 人前,裴于明对我温柔体贴,小心呵护。 所有人都夸我福气好,说裴于明事业有成,还对我视如珍宝。 人后,他出轨了无数个和苏子燕相似的女孩,还把照片和视频拿给我看。 甚至为了避免被人看到伤痕,在我身体隐蔽的地方疯狂施暴。 每次施暴,他的嘴脸都争鸣如地狱里的恶魔。 宋心河,这都是你欠燕燕的。 是你害死了燕燕。 我在生完孩子后患上产后抑郁, 他一边用力拧我胸口的肉,一边恶狠狠地说, 你怎么没死在手术台上? 你怎么还不去死呢? 而我的父母也只说, 于明那么好,你别总惹他不高兴。 把老公伺候好了,你才能在婆家过得舒坦。 心里那根弦彻底崩断, 我从十五楼一跃而下。 一命还一命,裴于明,我不欠你什么了。 再次醒来,我从那张熟悉又陌生的小床上弹射做起。 环顾四周,发现自己正躺在刚毕业的时候和同学合租的房子里。 看了眼时间,我居然回到了大学毕业两个月的时候, 重新回到健康的身体里, 不受那些乱七八糟的激素影响。 我的脑子瞬间就清醒过来了, 脑海里的一层雾迅速散去。 恍若大梦初醒。 卧槽! 渣男自己不愿意捐肾, 关我什么屁事? 我欠谁的了? 我遭那么多罪过不好日子, 都是他们欠我的。 手机嗡嗡响了两声。 我拿起来一看, 是裴于明发来的消息, 燕燕现在情况不太好, 身边也没个人照顾, 你过来一起帮个忙呗。 狗东西居然还敢给我发消息。 让我去帮忙是吧, 那我就给你们帮出点花花来。 苏子燕是裴于明公司最漂亮的女生, 裴于明上班第一天, 见了他就开始魂不守舍。 平心而论, 他确实比一些明星都漂亮, 身边总围着很多追求者。 这两个月来裴于明就像苏子燕手里的风筝, 每次看着要飞远了, 苏子燕勾勾手, 裴于明就又回去了。 我和裴于明毕业后, 分别入职了两家公司。 而我最好的朋友林灵娜恰好和她进了同一家公司。 这些消息都是林灵娜打听到的。 现在她病重, 那些追求者都突然忙了起来, 只有裴于明还在忙前忙后地照顾。 久病床前无孝子, 但会有大冤肿。 裴于明迷失在苏子燕一声声, 于明我喜欢你等我好了, 就嫁给你终。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苏子燕只是需要一个免费护工。 裴于明自己要当舔狗, 还试图让我成为舔狗的舔狗。 前世, 我也确实不争气地成了舔狗的舔狗。 这辈子, 你们两个就所死, 千万别祸害其他人。 看着聊天界面, 拒绝的话刚到嘴边, 落在键盘上却成了。 好啊,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收拾一下就来。 放下手机, 看着正百无聊赖和我窝在一起的林灵娜。 我朝她挑了挑眉, 林娜, 要不要一块去吃瓜? 林灵娜眼睛都亮了, 去哪儿? 什么瓜? 论吃瓜, 没人比得过林灵娜, 她最爱听八卦看热闹, 也最爱传播八卦。 我神秘兮兮地道, 去医院, 苏子燕不是生病了吗? 裴于明要给她捐肾。 林灵娜满脸不可置信, 卧槽。 真的假的? 她疯了吧? 苏子燕又不是她女朋友? 你不是都跟裴于明订婚了吗? 她这是闹哪出? 我之前就听说, 苏子燕在学校的时候, 仗着自己漂亮老师同学都喜欢她, 把同学欺负到修学看精神科。 真不值得裴于明这个瞎眼地看上她什么了, 现在你居然还想去看她, 你也被她灌迷魂汤了。 我扬了扬手机, 不说这些, 毕竟同是一场,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咱们去看看热闹。 卡着前世的时间节点, 我带着林灵娜来到病房门口。 前世总来帮着照顾苏子燕, 哪怕重活一次, 我在看见走廊里推药车的小护士都觉得眼熟, 走廊里充斥着刺鼻的消毒水位, 病房里却是一派岁月静好。 燕燕, 配型结果出来了, 我能给你换肾。 于明, 你真好, 等咱们出院了, 我就嫁给你。 我拿着手机将这一幕拍下, 随即拉着林灵娜走入病房。 重来一次, 心里已经不觉得苦涩, 反而因为想好对策而有些兴奋。 病房里23岁的裴于明, 穿着我给他买的浅灰色T恤, 笑起来阳光开朗, 和前世折磨了我四年的阴暗渣男, 判若两人。 心里还是泛起酸痛, 我前世怎么就瞎了眼, 因为这种人毁了自己。 见到我们进来, 尤其我还在举着手机拍视频, 苏子燕明显愣住了, 连笑容都将在脸上。 心河, 灵娜, 你们怎么来了? 裴于明连忙邀功, 你这里离不开人, 我让心河过来帮着照顾你。 我配合他接话, 灵娜听说我要过来, 也想来看看你。 苏子燕盯着我的手机皱了皱眉, 你在拍视频。 我朝裴于明露出一个善解人意的笑, 对啊, 记录一下你们的甜蜜瞬间嘛。 而且, 患肾手术花香那么大, 学校虽然组织了捐款, 但是根本不够。 要是我把视频发到网上, 让网友看看, 身患重病的女友 和为爱捐肾的痴情男友, 说不定能筹到足够的钱。 放心吧, 会给你们打马的。 裴于明伸手就要阻止我, 不行。 不能让那么多人, 不等他说完, 就被林玲娜打断, 为什么不行? 现在就算有肾缘了, 手术费也不够, 心河说的确实是好办法呀。 裴于明却答不上来了。 我心里只觉得可笑。 是啊, 为什么不行? 前世, 苏紫燕死后, 裴于明把我挂到各个社交平台, 怒斥我生性凉薄, 见死不救, 是杀人凶手。 甚至跑到我公司, 说我品行卑劣, 作恶多端, 害我被辞退。 以至于到最后, 我处处碰壁, 只能在一家小公司, 做着最辛苦的工作, 拿最少的工资。 这些都是后来他掐着我的脖子, 一字一句告诉我的。 此时裴于明脸色红了又白, 在三人的注视下, 我很快编辑好文案点了发送。 这次裴于明就算是后悔不想捐, 也没了退路。 视频很快就被传播开, 裴于明和苏紫燕被网友评为最感人情侣, 甚至冲上了热搜榜。 果然, 花大价钱买的水军就是靠谱。 与此同时, 医院的器官捐献一项书也发到了裴于明手里。 签字时, 裴于明特意避开苏紫燕把我拉到楼梯拐角, 心心, 我签了可就要少个肾了。 你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我们可是要结婚了。 看着他迫切的样子, 我差点笑出声。 钱是因为我拦着他捐肾, 他恨我到想尽办法毁了我。 现在又做出这副样子来, 真是坏人权让我当了, 好名声都落他头上了。 当了婊子, 还想立真结牌坊。 我眨了眨眼, 假装没明白, 苏紫燕不是说做完手术就跟你结婚吗? 我已经决定退出成全你们。 别说这话了, 回头让他听见不好。 不等他说话, 我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快点签字吧, 电视台的记者马上就要来采访你们。 裴于明深吸一口气, 做出最后的挣扎。 欣欣, 你不怕我会后悔吗? 你为什么不劝我爱惜身体? 我心情大好, 笑得眉眼弯弯。 裴于明, 你都二十三岁了, 成年人有自己的决定很正常呀, 我作为你的朋友只会支持你。 去吧去吧, 好言难劝做死的鬼。 裴于明, 这次可没人拦着你冲好人了。 手机铃声响起, 我接了电话, 记者蜂拥而至。 人群把我和裴于明冲散, 这辈子再无靠近的可能。 我看着他被记者逼着回到病房和苏子燕上演恩爱情旅。 在记者们一声声恩爱人间自有真情, 在神仙爱情绝世好男人的彩虹涕中迷失自我。 亲手在捐献协议上对着镜头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不要同情任何人, 同情谁, 就会自动背负起谁的命运。 裴于明, 你的噩梦要开始了。 裴家父母终于从亲戚朋友那里听说了裴于明捐肾的消息。 老两口跟我确认后, 连夜从老家赶过来, 让我带他们去医院。 一路上, 我一边安抚他们, 一边忍不住想到前世。 我和裴于明刚结婚的时候, 他们比我亲生爸妈对我还周到体贴。 但随着我工作一直不顺, 结婚三年的时候也没有孩子。 他们对我越来越挑剔。 甚至在裴于明家暴我的时候, 当作无事发生, 该做什么做什么。 后来我终于怀孕生下女儿, 他们又嫌弃不是儿子。 我还在医院住院, 就被要求赶紧生二胎。 就在我生完孩子第二天, 最需要照顾的时候, 他们连夜买了机票出去旅游。 临走前, 还再三不许找保姆月嫂给我帮忙。 现如今, 看着裴婶牵着我的手, 不住妈撒的样子, 我的心里再也提不起一点同情。 前世逼死我, 他们也有一份。 来到病房门口, 我又看到了那个眼熟的小护士。 打了招呼后, 我指着正在直播的苏子燕, 叔叔阿姨, 这个就是于明要给他捐肾的姑娘, 苏子燕。 苏子燕一颗心, 都扑在直播间的嘉年华游艇火箭上, 没注意到, 我们进了病房。 陪婶直接扑过去, 跪在苏子燕病床旁, 唱戏似的拖着长枪哭号, 姑娘啊, 我是裴于明的妈妈, 你们的事我都听说了, 可不能让于明给你捐肾啊。 苏子燕被吓了一跳, 手忙脚乱地关掉直播间, 都没注意到, 我在旁边悄悄录起了视频。 裴叔在旁边默默叹气, 还不忘装模作样的药服裴沈, 短促地叹气声, 配合着裴沈的长枪哭声, 倒挺有节奏。 要不是气氛不合适, 我真想给他俩打个拍子。 苏子燕一见这阵仗, 立马捂着腰, 两眼一臂躺下。 啊, 好痛, 我好难受, 快帮我叫医生。 小小的病房顿时热闹起来, 一大群护士和医生, 把我们赶出去, 把苏子燕推走抢救。 裴沈跪在走廊里, 颤颤巍巍还要给我跪下, 欣欣啊, 你可得劝劝于明。 于明他去哪了? 怎么没见他? 我看了看时间, 这个时候裴于明应该再做体检。 给他打了个电话, 没等多久, 裴于明就回到病房门口。 裴于明看了我一眼, 随即眼含热泪给裴沈跪下, 爸, 妈, 都是我不笑, 但是这个肾我必须给燕燕, 我不能没有他, 他当然不能没有苏子燕, 自从他在那么多镜头下, 在捐献协议上签了字, 很多热心网友和想让他们打广告的老板, 零零总总给他打了上千万。 如果他不捐, 光是违约金就够他还一辈子的。 现在, 不管他想不想捐, 他都得和自己的妖子说再见。 我在一旁冷眼看着一家三口, 抱头痛哭, 硬憋出来一个悲伤的表情。 把这辈子的伤心事都想了一遍, 唯恐自己会笑出声来。 苏子燕准备手术这些天, 我在公司顺利通过实习期。 前世, 苏子燕病着, 我鬼迷心窍被裴于明叫过去做护工。 明明他病情没那么严重, 还非要我给他端食端尿。 他端坐在床上像个公主, 靠在裴于明怀里笑话我忙前忙后的样子。 裴于明也只会私下里对我说, 你能不能有点爱心同情心? 他病了, 所以脾气不好, 谁得了绝症, 还能天天开开心心的。 宋心和你能不能别这么冷血? 就当看我面子上照顾照顾我朋友好不好。 从小爸妈就告诉我要让着裴于明, 他说话我得听着, 不要跟他吵架。 所以那时候我又习惯性地听从了他的安排。 后来我因为忙着照顾苏紫燕, 影响工作, 被延长了实习期。 那时候真是犯贱啊! 我想到这些都恨不得抽自己两耳瓜子。 这次确认裴于明会骑虎南下捐肾, 我就再也没去过医院。 手术的前一天晚上, 我想办法翻出这些年我家对裴于明的资助记录。 还有我和裴于明从确定关系到因为苏紫燕和我争执的聊天记录, 找到网络上的吃瓜博主, 直接在后台私信了他。 现在裴于明他们俩的热度很高, 不少博主都想蹭热度。 虽然有一些负面消息, 但是很快又被压下。 但我手里这些东西, 足够这个博主成为新的热度账号。 聊天记录只发了两张, 博主就加了我联系方式, 开价五千, 要买我手里的证据。 我甚至懒得奖价, 直接就卖了出去。 这份材料能给博主带来的收益, 绝对不止一万两万。 但是现在, 别说给我五千块钱, 只要能让他们两个身败名裂, 就是让我给五千我也乐意。 传书完成后, 我关上手机躺在床上。 这一切终于都结束了。 我真的很期待这两个人从手术床上醒来的时候, 面对这些会是什么表情。 第二天早上八点, 各平台媒体人挤到病房门口直播两人进手术室。 我特意抽出时间围观直播间。 镜头里, 裴于明还没手术, 脸色就有些苍白, 眼圈也隐隐发青。 看来这几天, 他睡得不好吗? 前些天裴叔眼见着劝不听儿子, 一口气没上来, 居然心梗躺下了。 裴沈在心内科陪着住院, 现在也抽不出身来送他进手术室。 弹幕里发着感动羡慕致死不渝的爱情。 有人让裴于明对着镜头打招呼, 他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随后被推进了手术室。 直播最后, 我看见裴于明眼角泛起泪花。 不知道是恐惧还是后悔。 而随着两人进入手术室, 另一个博主的直播间人数也越来越多。 这些年, 裴于明拿着我家的钱为苏子燕一掷千金, 还在和我的恋爱期间出轨苏子燕。 倒贴分手只为当田狗, 捐肾财换来结婚的机会。 铁证之下, 申情难变田狗渣男, 搬花变小三。 之前发起捐赠的人纷纷发弹幕, 要求退款。 骂声越来越激烈, 有专业人士分析, 裴于明他俩一会出了手术室, 就要背上起码三千万的违约金赔偿。 裴于明和苏子燕从神仙眷履变成过街老鼠。 他甚至想尽办法联系上我, 通过我父母威逼力又让我承认自己在造谣。 我反手把通话录音两千块钱卖给吃瓜博主。 现在我一看到裴于明来电话就兴奋, 那都是钱啊。 博主比我还兴奋, 我俩像瓜田里的茶, 上窜下跳。 有时候吃自己的瓜也很带感。 最开始裴于明和苏子燕开直播洗白, 但是铁证如山, 两人百口莫辩, 干脆在直播间里卖臭鸡蛋和烂菜叶。 五块钱就能买一颗臭鸡蛋或者一份烂菜叶, 让助理把那些东西砸他们身上。 但是这种直播很快就被封禁了。 于是他们开始换更恶心, 更擦边的方式。 直播吃屎喝尿都是常规操作。 我看了几次觉得没意思, 反而恶心的好几天吃不下饭, 就不再关注。 好不容易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要是把精力用在渣男贱女身上也太浪费。 何况渣男已经自作自受, 余生都要活在虚弱和病痛中。 还有还不完的债。 我要把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用来爱自己。 没了裴于明的阻挠, 这一次我在公司做得风生水起。 虽然很忙, 但不迷茫。 偶尔想起前世, 都觉得遥远得好像一场梦。 三个月后, 上班时林玲娜突然给我发消息, 陪于明他俩咋回事啊? 你快跟我说说。 我摸不着头脑, 什么事啊? 我最近忙得要死, 哪有闲心打听他俩。 林玲娜, 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苏子燕跑了。 陪于明现在到处找呢, 一个星期了还没找到。 我还以为你俩家离得那么近, 你能知道点啥呢? 我心情复杂地放下手机, 陪于明的联系方式早就被我删除拉黑。 毕业之后, 我就很少和父母联系了。 前世, 我被陪于明折磨得要发疯的时候, 是他们最先跳出来反对。 还在我要离婚的时候, 说我精神不正常, 说陪于明出轨家暴, 都是我幻想出来的。 从小, 他们就没把我当女儿培养, 而是抱着培养一个合格儿媳妇的心态养育我。 我要勤于家务, 要温柔体贴, 要上得了, 厅堂下得了厨房。 而他们默认的那个儿子, 就是陪于明。 所以他们出钱供陪于明读大学, 甚至在前世, 我们结婚后成为我的另一对公公婆婆。 心里泛起无边的苦涩, 又庆幸自己还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手机还在震动, 还是林玲娜的消息。 心和, 我听说陪于明好像落下了什么后遗症, 不能熬夜加班, 也不能做重活累活, 被好几家公司劝退了。 我捧着手机在宫位上左右活动着脑袋, 僵住的脖子嘎巴嘎巴响了两声,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突然灵光一闪, 我赶紧拿起手机问林玲娜, 都是只有一个肾, 为什么苏子燕能跑能跳屁是没有? 陪于明就不行了。 林玲娜这次秒回, 你真是贵人是盲, 谁跟你说苏子燕是一个肾了? 她得的是单肾尿毒症, 陪于明又给她一个好的, 就陪于明那个大冤肿是一个肾。 我放下手机对着电脑屏幕发起呆, 苏子燕是单肾尿毒症, 她发病时间不长, 就算是直接切掉坏肾, 也能活很久。 那前世, 她怎么会病情迅速恶化, 发病不到一个月就死了? 难道苏子燕的死另有隐情? 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突然想起前世女儿出生后, 陪于明说的一句话, 那天产房里只剩我们三个, 她抱着女儿, 脸上是慈父柔情, 声音却阴侧侧的, 长大了千万别学你妈, 害死了人还能安心嫁人生孩子。 也别学艳艳阿姨, 被人动了药都不知道。 我当时刚剖腹产过了麻药, 痛得精力无法集中, 听到这句话也没细想, 只以为她是在习惯性指责我。 现在想起来, 前世苏子燕的死似乎是因为药物出了问题, 而且陪于明认为, 是我动了药, 我成了谁的替罪养? 思来想去, 没什么头绪, 第二天却见到了恶心东西。 那天下班后, 我在公司楼下看到了面容憔悴的陪于明。 她脸色发白, 瘦的黑色风衣挂在身上都晃荡, 一看见我, 她深凹的眼睛亮了亮, 脸上堆起讨好的笑, 上前和我打招呼, 欣欣, 几个月不见, 你最近怎么样啊? 我停在距离她两不远的地方,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客气又疏离地道, 我挺好啊, 你跟燕燕结婚, 怎么没叫我? 陪于明眼睛闪烁了两下, 垂下头叹气, 我俩没结婚, 她走了, 我到处都找不到她, 所以现在来找我接盘了是吗? 我痴笑, 她要是真想跟你结婚, 手术之前就跟你领证了。 裴于明文言像是受了刺激, 冲过来抓住我的肩膀, 欣欣, 你早就看出来她压根不想跟我在一起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提醒我,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不喜欢我了吗? 你一定还喜欢我。 我们重新在一起, 她还是有些虚弱, 情绪激动下就连说这两句话都气喘吁吁, 松开我的肩膀, 累得弯腰喘气。 前世她家暴我的时候, 身上可是有始不完的戾气, 可不像现在这样, 就算来个小孩子都能把她打趴下。 站久了, 穿着细长高跟鞋的脚, 有些发酸, 初冬的风吹在身上, 也凉嗖嗖的。 我抬头垂下眼看着她, 裴于明, 脑子是个好东西, 希望你也能长点。 迈出去一步, 我又回头看了看她, 苏子燕离开你, 不一定是她心甘情愿, 你自己想想吧。 裴于明费力地直起腰, 喘着粗气问我, 你说的什么意思? 燕燕到底怎么了? 我则一声, 我也不知道, 以前她跟乱七八糟的人来往那么密切, 后来突然就病了, 这病来得快去得也快, 具体怎么回事我怎么能知道, 你自己细想想吗? 裴于明皱紧了眉毛眉眼语,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回去帮我跟裴叔陪婶打个招呼, 我就不留你吃晚饭了哈。 想了一夜, 也没想出什么头绪, 还是要找到失踪的苏子燕再说。 上班后, 我打开手机, 找到吃瓜大元帅林玲娜, 你说会有谁想让苏子燕死? 林玲娜到豆子市的发来一大堆消息, 给她花了五万多被甩的组长, 被她同时戴了四顶绿帽子的副经理, 被抢了小竹马的你。 我一巴掌打在自己额头上, 嫌弃地闭上了眼, 想撤回自己从前做的蠢事, 但撤回失败, 还人尽皆知, 脑子疼, 手机疯狂震动起来, 林玲娜的消息争先恐后地涌入我的手机, 你还记得耿离吗? 我仔细想了想, 有点耳熟, 但是想不起来了。 林玲娜直接给我发了一串语音, 我点了转文字, 就是被苏子燕在学校欺负到休学的精神分裂症同学。 听说当时她跟苏子燕一个宿舍, 苏子燕趁人家换衣服的时候拍了人家裸照, 还说是室友闹着玩, 然后没多久她就精分症越来越严重休学了, 她应该是最想让苏子燕死的吧, 至于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林玲娜这么一说, 我就想起来了, 确实有这么个人, 转手把裴于明从黑名单里拉出来, 把怀疑目标发给她。 这几个人都跟苏子燕有仇, 苏子燕失踪, 你去找找他们。 我都耗费脑子想线索了, 跑腿的事当然要交给裴于明, 管他会不会累死呢? 没想到裴于明现在虽然肾虚了, 动作倒是挺快。 周二那天下午, 他就给我发来消息, 说苏子燕在耿离老家的猪圈里被找到。 被救出来的时候, 猪圈里还有三个男人围着他, 但是耿离却逃跑了。 裴于明给我发了耿离的照片, 我收到后心里一紧。 这不是我上次去苏子燕病房, 在走廊里看到的推药车的小护士吗? 我当时看到他觉得眼熟, 还以为只是前世在医院见过。 所以前世是他动了苏子燕的药, 然后又栽赃给我。 这次应该是因为我引来了太多媒体记者, 病房时时刻刻都有人关注着, 让他没了动手的机会。 所以他一记不成, 又是一记。 现在警局已经发了通缉, 他又能跑到哪去呢? 毕竟前世他是会把杀人栽赃到我头上的人, 想来是个不择手段的。 谁知道这辈子会不会又搞什么幺蛾子嫁祸给我。 毕竟宿命这回事, 可真不好说。 一连很多天, 我都在公寓和公司之间两点一线往返, 保证自己时时刻刻处在监控范围内。 就连晚上睡觉都跟林玲娜睡一张床。 坠坠不安地过了半个月, 没找到耿离, 反而裴于明再次找到我了。 他蹲守在我家楼下, 这次比上次见面情绪更激动, 一看到我就扑上来, 坐在地上抱住我的腿, 就开始哭。 欣欣, 欣欣,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苏子嫁那个贱人都是骗我的, 他根本不想嫁给我, 他拿走我一个肾, 还跟我要五十万彩礼。 我为了他背了那么多债, 那还有钱给他。 苏子嫣就是个骗子, 他在村里都被那么多男人糟蹋了, 还跟我要彩礼。 欣欣, 我知道你最爱我了, 求求你了, 我们从头开始好吗? 我打量着他如今的样子, 天气已经很冷了, 他还穿着那件黑色风衣, 活像个乞丐。 他更瘦了, 两颊凹陷, 唇色发青, 那还有前世纵横职场, 意气风发的样子。 我任由他抱着大腿, 生怕一个挣扎, 就给他踹骨折了。 还得找我赔钱赖上我。 掏出手机报警后, 我像摸流浪狗一样, 摸了摸他的头。 赔于明, 从你要跟我分手给苏子嫣捐肾, 咱俩就完了, 你现在是在骚扰我, 懂不懂? 一会警察来了, 我直接告你抢劫。 裴于明低着头, 肩膀一耸一耸的, 像是在痛哭。 赶狗入穷下, 穷途末路的人最容易走极端。 我心生戒备, 开始用力往回抽腿。 裴于明也发现了我的意图, 狂笑着从怀里摸出一把水果刀, 就抬手朝我刺过来。 宋新和, 都是你的错。 我转身躲开, 幸亏冬天衣服后, 羽绒扶腰间被刮开一道十几厘米的口子, 羽毛像雪一样扬起。 抱起攻击这一下, 已经耗费了他太多体力, 我趁机朝他胸口猛踹一脚。 裴于明倒在地上, 挣扎着无法起身, 变故就在此时发生。 楼道的阴影里, 窜出来一个体型娇小的女人, 看不清她手里拿了什么东西。 只见她蹲在地上, 单膝压住裴于明的肚子, 随机高高举起手, 朝裴于明胸口打去。 大片烟红从裴于明胸口流出, 我从不知道一个人身体里, 竟然能流出这么多血。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 我迅速朝人多的地方跑去, 却被叫住。 宋新和, 我知道你刚刚已经报警了, 我也跑不掉了。 我今天帮你一把, 咱俩也算大仇得报, 以后我也不欠你了。 说着, 他把裴于明当成凳子, 一屁股坐在他胸口上。 见他这样, 我反而镇定下来, 和他保持了五米的距离, 远远看着他。 已经有路人发现这边的情况, 打了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 耿离被摁在地上, 却恍若无事发生, 自顾自地道, 是苏子燕先到处发我的裸照。 是他该死? 这个男人更该死。 苏子燕明明已经恶有恶报, 为什么还要救他? 说完他又恶狠狠地抬头盯着我, 当时只要我给他扎一管空气, 他就会死得神不知鬼不觉, 是你在医院引来那些记者。 为什么要救他们? 我知道他这么喊, 是在帮我洗白。 裴于明的血流到那些白色羽毛上, 一点点染红了那些无辜的白羽。 大片的陷血刺激着我的视觉, 警车的鸣笛声已经越来越近, 我的目光穿过人群和耿离对视。 他的眼里充满了平静和释然。 和我想的一样, 耿离被警察带走, 裴于明失血过多, 虽然抢救过来了, 但是因为大脑缺氧, 成了植物人。 我从警局录完口供出来, 正赶上精神病院的车来接耿离。 他朝我微微点头, 随即在警察的押送下 带着手铐脚链上了车。 这辈子应该再也见不到他了。 记得我第一次见耿离的时候, 他被苏子燕带去夜店做陪酒, 因为得罪了客人, 被脱光了衣服拍照片。 后来那些人完事之后, 直接把他一丝不挂地赶出夜店, 正碰上做兼职回学校的我。 也是这样的一个寒冷的冬天, 我脱下自己的衣服, 给一丝不挂浑身是伤得他披上。 我问他要不要报警, 他浑身都在打哆嗦。 不,求求你不要。 他们有我的视频和照片, 安抚了他好久, 我才带他回学校。 只是当时, 我并不知道他是被苏子燕带去夜店, 后来也不知道他休学, 只以为自己是无意间日行一善了。 第二次见他, 就是在医院里。 因为媒体对裴于明他们俩的关注度太高, 他正无头苍蝇式地乱转。 我找到他的时候, 他正在偷肾上腺素。 他跟我说, 只要一针下去, 就能让苏子燕死于心衰。 而尿毒症患者死于心衰再正常不过, 不会有人发现。 是我阻止了他, 有时候, 活着比死了更难受, 死亡反而是让他们解脱了。 后来苏子燕和裴于明的位置消息, 也是我从裴叔那里打听到之后, 告诉耿离。 只是没想到, 他带走苏子燕之后居然是折磨取乐。 而裴于明居然也能从耿离手里逃出去。 我失算了。 本以为耿离对裴于明没兴趣, 只会带走苏子燕。 我在暗示裴于明去耿离那里找苏子燕, 激怒耿离, 让他连裴于明一起杀掉。 没想到裴于明虽然蠢, 但是居然真的成功救出了苏子燕。 但是我更没想到的是, 耿离居然会为了我主动杀掉裴于明。 我虽没亲自动手, 却感觉自己满手鲜血。 有我的, 裴于明的, 还有苏子燕和耿离的。 回家之前, 我最后看了一眼天上的残怨。 这一切到今天, 终于彻底结束。